里与里我们一路同行 重点的那个字大家要听清楚 一路同行 对不对 你这个男人的能不能 听话要吃飞啊 听完了以后 他的心里面小路乱撞 娱乐圈里的明星情侣 而最养眼的就要蜀观小童和陆寒这一对了 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是甜甜的很温馨 但并没有经常秀恩爱 两个人从官宣恋情开始就一大波粉丝默默地看着他们 估计也没有多长的相处时间 所以有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一对 谈恋爱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对于偶像艺人来说 公布恋情就意味着会有一大批粉丝脱粉 两个人在事业当红时期公开恋情 一时间在网上掀起了非常大的舆论风暴 导致微博一度瘫痪 很多网友都不看好他们 关小童遭受很多网友的谩骂 陆寒也因为这件事情到了很多粉丝 有一次陆寒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在自己事业上升期公布恋情 他回答说 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如果今天不是我这个性格 那我可能不懂 但如果是我这种性格的 我觉得是需要公布的吧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样 我觉得在我这是一种负责任吧 不得不说 陆寒真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 现在的娱乐圈顶流门可没有几个敢公开自己的恋情的 关小童在一次采访中被记者问 如果陆寒喜欢上了别人 你该怎么办 面对这个系列的问题 关小童甩出八个大字 我不会给他机会的 这样霸气的回答让很多网友疯狂的给他点赞 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 如果今天我不是我这个性格的 那我可能不公布 对 但如果是我这种性格的 我觉得是需要公布的吧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首先 不是在我啊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 在我这我觉得是一种负责任吧 关小童之所以这么自信 不光是因为自己本身很优秀 更多的是他们相信彼此的感情 两个人在事业上都很努力 这是均力敌的爱情 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在某一档综艺上 嘉宾带来了精致的东西 甚至还特地指向关小童说 在你的婚礼上就能派上用场 他忍不住地询问关小童 你啥时候和陆寒结婚呢 只见关小童立马萌了 更是害羞地连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幸好有何老师在一旁帮忙解围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只是调侃罢了 并没有让关小童难堪 事关婚姻大事要是一旦说错话 很容易被狗仔捕风捉影的 陆寒和关小童从最初的不被看好 到现在的被大众吹风 顶过了无数外界的压力 印象了娱乐圈也有真感情这句话 相信现在双方的粉丝 最喜欢的就是听到两个人的喜事了 在这里祝福他们能早日修成正果 也期待他们能给我们带来 更多更好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